现在我要开始给你施针了 张老板 你们天保大药房的药材真的都穿假吗 你给我滚 老子不接受采访 既然你不接受采访 我们会通过媒体 把天保大药房丑事公知于众 并且上有官部门举报 你痛吗的 张天保恨不得垂死美女记者 不过却被张倩廷一把拉出 爸 别生气 今晚我把你未来女婿服侍好 她会出手把这事情压下去的 等风声一过 天保大药堂的生意照样红火 刘少杰家里可是作用五十多亿资产 在江州很有势力 黑白两道通吃 有刘家撑腰 还怕个什么 张天保我问你 这江州最强中医的牌匾 是哪位大佬做给你的 自己给自己做的吧 是我自己做的又怎样 敢问这江州中医界 有谁的医术比我高 那是因为你太不要脸了 真正的中医高手 都懒得跟你这种臭不要脸的人计较 否则你的招牌早被砸烂了 自从死过一回后 我夜沉将不再低调 也变得瑕疵必报 今天我要砸烂你的招牌 打住你的脸 看你还敢不敢继续臭不要脸 就凭你这个废物 还想砸我的招牌 打我的脸 你特么是不是疯了 你要是来踢馆 能不能把招牌搞正经一点 弄了手巫师 打着玄弧技士的招牌 就赶来踢馆 简直华天下之大忌 老子这对脸哪屋了 是你思想太屋了好不好 我今天就干碎你的招牌 让这个招牌响彻江州 然后名动华国 再到震动世界 牛皮吹得震天响 你就不怕把自己崩死吗 张医师 不管这个叶晨有没有吹 既然人家来踢馆 你难道不敢揭骂 方屁 老子会怕他这个废物 那好 不瞒大家 我天生就是个天位 活到三十岁了 就没见小兄弟起过肝 去了无数医院都治不好 既然你们打擂台 那我就当个媒介 只要谁能治好我的天位 谁就是最强中医 此人确实是天位 昨天去医院时 被吴建雄请来给叶晨帮托起后 说是只有叶晨有希望治好他的天位 所以当起托来才这么卖力 好 就不知道你敢不敢答应 你敢答应 我又有什么不敢 OK 那咱们就来一调一树高下 谁能让他小兄弟抬头 并且持续的时间长 谁就胜出怎样 可以 从你的脉搏来看 几乎探寻不到你的羊脉 这说云你身体各种需 你这个症状需要重要调节身体机能 不过这个过程少得一年半载 多则两三年才能看到见效 尼玛 难道自己还要继续伪下去 这么说 你是短时间内没法让他起干 要是我让他起干 那么你就输了 谁 谁说我没法让他起干 这病患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刺激他 这个任务必须交给欠婷去执行 不怕这小子不起干 现在我要开始给你施针了 也就为了让天保大药堂稳仓胜券 否则打死我也不接受老爸的无理要求 要是个帅哥还好 可家伙长得太特么错了 起干了 终于起干了 围观的人群也是一阵骚动 无不夸赞张欠婷活好 不对 是真发好 不到一分钟又到了 没关系的 有致好的希望不是 看到了没 想打我的招牌 有本事你也让他起一次看 我只想说是欠婷的勾 以及他的活 起到了关键作用 与你没多大关系 你没勾就少废话 我看你怎么让他起干 我只需要一套拳法 就可以打通他堵塞的经脉 同袭 快固守 你这样会让他断子结孙的 快看 这家伙有反应了 起干了 哈哈 我的封印解除了 哈哈哈哈 也成这废物 真把这家伙的阳尾治好了 你不要乱动 回想刚才张欠婷给你治疗时的画面 来点精神上的刺激 好好好 这个混蛋 见患者满脸坏笑 张欠婷想杀他的心都有了 这家伙指定在幻想着如何狠狠那什么我吧 我不行了 我要去卫生间 太受不了了 这家伙幻想着自己一分 结果要那个了 气死我了 张天宝 你已经输了 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叶晨 能不能看在我曾是你老丈人的份上 别砸我吃饭的家伙 你给我农药 让我去死时 有想过我是你女婿吗 我的招牌啊 你砸了我爸的招牌 我会让你付出惨痛代价的 一定会 这只是我报复你张家的开始 更狠的还在后面 叶晨话音刚落 就听到敲锣打鼓声响彻中一阶 队伍的最前方 赫然是一副牌笔 张天宝当即眼前一亮 秦少爷 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张医师 你果然是最强中医啊 敷上你那副药后 一夜之间我的脸就不黑不肿了 秦少爷太爱了 我张天宝受不起啊 张天宝嘴上这么说 可心中却乐坏了 张医师谦虚了 昨天我的脸 被我爷爷打得又黑又肿 我都以为要毁容了 结果找张医师 刺了几一针 今天早上对着镜子一看 嘿 好了 这么高级的医术 就算是全国最强中医也不为过 小舅子 改口叫我爷爷了 叫你妈呀 刚才还叫我爷爷 现在又叫我妈 看来你病得不轻 我给你治治病吧 别动手 我错了 昨天把我打成猪头 这才刚消中 金家的顽固少爷 怎么会害怕一尘 让一让 让一让 怎么又有人来送牌匾了 况是神医 好牛的招牌啊 这是风神的牌匾 谁能受得起啊 难道又是某位大咖 送给张医师的 张天宝看到那副牌匾 是双眼放光 吴老 我早上还说 今天的药堂 怎么有金光闪耀 原来是你老哥 带队来给我送点 鹏地生辉 鹏地生辉啊 小吴 他是谁 他就是戈壁这家 种药堂的老板 张天宝 他就是张天宝啊 这老头竟然管吴剑行 叫小吴 什么来头 吴老 这位是 他是帝都中习一届的 大老李济世 这负贬就是他让人做的 什么 李老 久闻大名 您是前辈 怎么跑江州 给晚辈送点来了 晚辈承受不起 承受不起啊 我看你很受得起吗 李济世强颜欢笑 话里透露着无奈 让开让开 把路让宽敞了 别影响我爸 公营风神招牌 废物一尘 快滚开 给我的牌匾让路 没想到张天宝的话刚出口 就看到李济世和吴剑雄 大步来到夜城跟前 夜神医 都免礼 夜神医 围观的人爆出一地眼球 直到这时众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旷市神医的牌匾 是给夜城的 曾经的夜城是个废物坠续 以前被前妻一家破海 得到机缘后前来踢过 没想到帝都的大佬 也前来助阵 李老 吴老 你们有没有搞错 对这个废物这么恭敬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没想到你还敢 天不知耻地叫夜神医废物 再敢叫一句 我保证让你的肩宝 大药糖颗粒无收 我丈人是个傻逼 丈老婆跟我离婚 我不同意 就挑唆我喝农药 没想到我却因祸得福 获得机缘重生 并且在老丈人隔壁 也开了嘉医馆 见识过我高超医术的 各路大佬也前来道合 而一旁作为最了解 我的前妻很是不理解 你们是不是有毛病 这废物跟我一所大学出来的 还是我的前夫 他在医学上的造诣 几斤几两我还能不知 你们竟然管他叫神医 眼瞎了吧 哼 眼瞎的是你 把真龙荡虫子看 你一辈子都会活在 跟夜神医离婚的悔恨中 你到底八戒上了什么人 能让这么多大佬陪你演戏 聂建廷已经可以肯定 今天早上所发生的一连串事 是已经策划好的一场戏 夜神医只不过是主演而已 因为夜神医有一首 可以起死回生的逆天衣术 我们仰望他 尊重他 所以才帮他打你们 这对妇女的丑恶嘴脸 听到起死回生 众人一片震惊 一旁的秦洛云却是心中一动 要不把他请去看看 能不能救我爷爷 不行不行 他是家族死对头金钱豪的人 别故意把爷爷一死 炮走我姐 那我下半辈子就没人养活了 小李 小吴 今天很感谢你们 过几天来我的药堂当作馆医师 我传你们医术 谢夜神医 李济世和吴建雄等人都激动坏了 只要跟夜神学到点皮毛 就能让子孙后代拥有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狗质的在我旁边开药堂 还找这么多名医当作馆医师 这是要让我无饭可吃啊 既然要走吃软饭这条路 还是先把自己收拾一番吧 喂 可可你有时间吗 能陪我去买几身衣服吗 当然可以啊 那咱们待会商场会合 好的 待会见 可可 今天多亏有你陪着 帮我选了一套这么合身的衣服 今天医院调休 我刚好有空嘛 还别说 穿上一身大牌 你还挺帅的嘛 必须帅啊 不然怎么当上门女婿 眼前衣着清凉的美女 正是护士林可可 她是夜晨的大学同学 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夜晨 你真的还要继续吃软饭 我从小肠胃就不好 只能吃口软的 而且吃到好的软饭 能少奋斗几十年呢 你这个混蛋 不是豪门千金 你就不要是吧 就在两人玩笑打闹时 一辆南国金尼突然停到了跟前 美人 去哪 要不要在你一城 让你体验一把飞一般的感觉 不用 谢谢 嗯 一千多万的限量版兰博基尼 你不想体验体验 想 但怕你们别有用心 还是算了 哦 美女 我家少爷说了 离开这个穷酸 上我们的车 陪我家少爷爽一把 就送你一个LV包 干不干 干你妈的头啊 给脸不要脸 神经 你给我砸它 有病啊你 拜拜喽 上车 这口气我替你戳 夜晨你没风吧 电动车追超跑 我说了 这口气我替你戳 就会替你戳 说着 夜晨施展欲风诀 电动车就请一道光 飞了出去 卫手 那辆破电瓶车追上来了 追上来了 神经 你特么别道 本哨开的是140迈的速度 电瓶车怎么可能追老子 真的啊卫手 已经上来了 不信你自己看 跑啊 怎么不跑啊 你他妈找死了 哥们 能不能把你的电动车卖给我 卫手 你不会脑子撞坏了吧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叫人来弄死他吗 你给我闭嘴 我出一百万买你这辆雅迪 咋样 自己的电动车就花了一千多块钱买了 这家伙既然要出一百万 一口价一千万 少一分免谈 尼玛 一辆破电动车卖一千万 你特么怎么不去抢银行 成交 把卡号护名报给我 立即给你转账 你到账 车是你的 叶辰了 江还在狂吐中的林科可拉上车 迅速离开现场 不然他都要憋不住想笑盆了 卫手 我很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花一千万买这破电动车 你懂个屁 这辆电动车能开到一百四十的时座 可见电瓶功能非常强大 我得开到我家汽车厂让研发部门去研究 要不了多久 我家汽车厂也能造超跑 那可就不是赚一千万了 而是一千亿 卫手 你真是太聪明了 本上二十不聪明 能升在豪门吗 少废话开个一百麦体验一下 卫手 电门家到底了 怎么还是这蜗牛的速度 你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加速的地方 没有啊 就一个加速的 我都加到底了 神奇 会不会是电量太少了 有这个可能 咱们回去充满电量在世 叶晨 刚才光顾着吐了 你跟那两个垃圾聊了什么 怎么电瓶车都给他们了 可不是白给的 换了点零花钱 好了不说这个了 天色还早 陪我去给我妈买点首饰袋袋 这不是叶晨和可可吗 呀 老同学刘雨晗 傻逼付二代花一千万买了我的破亚 因为我骑着雅笛追上了他的蓝波机 但他并不知道那是因为有我神通的加持 拿到钱的我跟青梅竹马来商超购物 却遇到了不开眼的大学同学 我说亲爱的老同学 这里的翡翠动辄几万几十万 就凭你俩的家境可消费不起的哦 哇 我们只是看看 看看啊 我就说嘛 叶晨啊 别只顾着看 觉得哪款不错可以叫贵员拿出来的 还没有我相中的 就不麻烦贵员拿来拿去了 叶晨啊 咱们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同学 翡翠你根本买不起 我建议你可以给可可买些丝袜了 内内了 这些东西廉价又贴心 最适合你这种穷人了 李芬你好坏啊 这样说人家叶晨 有这么看不起人的吗 要不是叶晨给他妈买首饰 早就拉叶晨离开了 就这个了 贵员把这款翡翠打包 我要买 几个贵员装作没听见 没有一个过来跟叶晨搭话 228万 叶晨确定不是在逗我们 算了 这服务态度实在不敢恭位 可可 咱们去隔壁买 嗯 哈哈 我就知道他会找借口离开 果然与我预料中的一样 要不咱们再去对面看他戒指装 走 或去看戏 叶先生 您的眼观真好 这款翡翠项链送女朋友最合适不过了 你女朋友要是戴上它 绝对会显得更加高贵 几人刚过去 就看到一位女贵员满脸微笑地对叶晨说着 而叶晨的手上 可然拿着一款精美的翡翠项链 这款吊晨好漂亮啊 啊 再漂亮他又买不起 我敢保证要不了多久 他就会说 我再去其他店看看 唯有离开这 啊 把帕斯基拿来 我刷卡 他还真刷啊 等着吧 肯定余额不足 嗯 他不可能比我礼番还有钱 付款成功 叶先生请签字 我的天 既然付款成功了 这是个大手笔啊 跑过来看热闹的客人一片哗然 原先那家店女贵员也忙了 说好的平民区的穷鬼呢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首饰 一下子消费几百万 这还是曾经的那里穷酸嘛 可可 这个给你 两百多万的吊坠给我 真的假的 他不去吃软饭了吗 在无数羡慕 极度恨的目光下 叶陈帮林可可戴上了翡翠项链 在他很深的钩上 镶嵌了一抹耀眼的绿 闪下那些看钩的人的太和金狗眼 李帆啊 这些年来雨晗都不知道被你骑多少次 你要是个男人就别吝啬 给他买个同款吊坠吧 那他妈的是两百多万 你要卖器官啊 哗 我也要可可戴的那款吊坠 呃 雨晗你乖不乖 人家一直都很乖的 乖 听话 那咱不买 李方 你压个别跑 给我站住 你们这对狗男女 害我把大款当穷酸 我要跟你们拼了 叶陈和林可可离开后 又一起去玩了半天 直到晚上九点多 他俩还乘坐出租车回到平民区 叶陈 谢谢你给我买了那么贵重的礼物 还带我去吃好吃的 今天是我从小到大最开心的一天了 多大点事 瞧把你给高兴了 改天我再带你去玩 偷袭 没有改天了 今天我就打断你的腿 卧槽 老头你干嘛 爸 你疯了 待会儿再跟你算账 夜插门 你他妈的别跑 老子今天非得打断你的狗腿 免得我女儿让你狗日的给祸害了 林强奸 你有病啊 我祸害你女儿干嘛 你狗日的不祸害他 干嘛吃软饭失败回来 就把他带出去到这么晚才回来 我都怀疑他已经被你给祸害了 放你娘的躲屁 你不顾可可的脸 我还要脸 害我吃不上高级软饭 我砸了你的吃饭的锅 你他妈的还敢威胁老子 给我站住 我要打死你 被林强奸狂追三条街后 叶陈才甩开了他 索性也不回家了 直接去郊区的河岸修炼 拜见叶大师 他俩也常在这地方练舞 没想到今天来碰到了叶陈 是老金和小虎啊 叶大师 您是要去贤落雪 是吗 不是去 是驾 去他家吃软饭 这么牛逼的存在 既然要去吃软饭 你问这个干嘛 是这样的 就可靠消息 秦家已经在地独合乎海的上流社会 上不着去广告 已经开始了吗 那我也要谋划一番了 叶大师 我要说的是 您可得注意一下 邢落雪的营生安全 如果我没参说的话 另外三大家族肯定已经在策划 怎么除掉秦落雪了 啊 江州四大豪门之一的秦家 阴盛阳衰 族中唯一男兵还是个纹固废物 而老家主疾病缠身已时日无多 秦家迫切想召一个牛逼的上门女婿 叶大师 您真的要娶秦落雪吗 不是娶 是驾 去他家吃软饭 那您要快点出手了 一旦秦家老爷子过世 秦家必将被江州另外三大家族瓜分 我知道 要时候 我会出手 叶臣这个废物 简直要气死我了 要当被勒令平夜三天整改 没收所有参甲药材 现在他们全江州的人都知道 让老子以后喝西北风了 张叔叔别生气 一个跳狼小丑而已 大不了我帮你出了那口恶戒 怎么出 当然是做掉他 他这么抱负未来的老丈人 只能让他消失了 像他这种社会底层的废物 随便花个十万二十万 就能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医术很高明茫 竟然能让帝都一位 德高望重的名医给他送便 要不要把他请到家中 给我爷爷看看便 虽然不太敢相信 但秦落雪还是想试试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有希望治好他爷爷的机会 他的资料查到没 大小姐 此人大学毕业后送过快递 一年前入坠天保大药 堂长归张天保家 几天前因张倩庭提出离婚 他一时想不开服用大量农药 经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 两天前正是与张倩庭离婚 该不会搞错了吧 这种人说难听一点 就是社会底层的蠕虫 对了 哪里可以找到他 叶辰的父母在平民区开了家面馆 他人应该就在那里 他人应该就在那里 听着一众街坊邻居 对叶家的嘲讽 夫妻二人也是既生气又无奈 谁让儿子叶辰不争气 非要去吃什么软饭 哟 你们看 这不是夜叉门来了吗 夜叉门 你咋那么想不开 不就饭碗被砸吃不上软饭了 你看你还满起自杀 太没出息了 夜叉门快跟我们说说 这软饭好吃 还是是咱们拼命的 足差胆饭好吃呢 当然是软饭好吃了 我现在正准备吃一碗 更高级的软饭 等我吃上了 到时叫你们去喝喜酒啊 你小子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两 还想吃软饭 不怕碰碎牙 连稀饭都吃不了吗 夜叉门 别说我瞧不起你 就你这货色还想吃软饭 离异的男人谁还要啊 爱上吃软饭 看来夜家是真要断后楼 夜叉这个小王八蛋 放着青梅竹马的可可不去追 吃什么软饭吗 真的要气死我了 请问夜沉一先生是不是在这里 请问美女小姐 你找夜叉门干嘛 她是不是欠你钱了 还是把你车刮了 她没欠我钱 也没刮我车 我是来跟她相亲的 真的假的 这么漂亮的美女 竟然跑平平区来找利过的夜叉门相亲 是我眼瞎了 还是这美女眼瞎了 连我都看不上的夜沉 竟然跟这种附加千金相亲 我就是夜沉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秦洛雪小姐吧 我是秦洛雪 夜先生你好 走吧 咱们出去聊 这里一屋子闲人 我看着就烦 你还挺会演戏 是个出色的演员 既然有求于你 当然得帮你长长脸 说是你的相亲对象 至少能覆盖那些人 对你家的冷嘲热讽不是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通过调查我的资料 就能断定一群人 在我家店里是在嘲讽我家 你也是个聪明人 一眼就能看出我是秦洛雪 也不问我为什么找你 看来夜沉一心中有数了 不错 秦家老家主了极缠身 你来找我定然是要让我出手治病 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 所以你应该尽全力去医治我爷爷 我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但如果你是庸医的话 我定不清老你 如果我想要的是你呢 你个混蛋 瞎说什么呢 秦大美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劝你赶紧专心开车吧 不然你很快就要相消欲损了 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后视镜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